又到了年底年初的这个时节 是履历大乱动的时候啦 所有在网路上能查到写履历的建议都是 写重点 有经历写经历 没经历写学历 把厉害的事迹都写出来 如果我在这里又跟大家说这些 宛如废话 何须多言 所以今天除了分享一些 大家写履历时不会说出口的秘密之外 还会使用一个我个人很推荐的网站 CAKE RACEMATE 就继续看下去吧 嗨 我是Neko无喵 如果你还能按下订阅的话 快点按下订阅哦 哈喽各位 欢迎回来Neko无喵的 TOP TIME 秘密一 不会排那就操 一份好的履历 内容与排版的比重大概是80比20 排版之重要啊 无论是阿滴还是志祺 都反复在他们推荐 怎么写履历的影片里提到 字体大小 内容能不能一目了然 资料阅读的节奏 这些都是排版的范畴 不是设计师的你们 要在短时间内学会排版 真的太强人所难 试设计的你们 要在排版的时候留意 别把全部的资料都图像化 反而让弱点变得一目了然 最好能善用条列式的方法 简单扼要的把经历写出来 最多不超过三行 能让人一眼看完才是关键 真的是资方不说 估计也没人发觉呢 这个时候有请CAKE RESUME 来拯救勒 无论你今天想面试的是什么工作 CAKE RESUME都有适合的版型给你修改 只需要先把个人资料在后台资料库先写好 挑个适合的版型之后套用 不会排版也能顺利产出一份干净又整齐的履历表 更棒的是你可以在CAKE RESUME的履历社群上 参考同行怎么写 吸取经验调整成自己想要的样式 就算是套工版 因为可修改的幅度真的很大 支援的格式够多 从图片到影片 甚至可以砍入YouTube影片 社群连结简报等等的 有心可以弄成小型的简易官网 完全没有问题 更让我惊艳的是 它另外还有自己的作品集空间 提供不想经营平台的人一个汇集作品的地方 线上履历表可以直接联动作品集 一切的一切都在让你事半功倍的 把重心放在呈现最好的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 CAKE RESUME也把跨装置的适应性做好啰 无论是在电脑上看 平板上看 手机上看 都能自动排版成最适合阅读的样子 想要印出来的话 在编辑的时候也把A4大小的分隔线做好 不只是站在编辑方 更是体贴阅读方的思考逻辑 更棒的是 这些都是 FREE 秘密二 实时更新 好 还要更好 履历表 aka面试门票 一份好的履历表 不时是平步青云的第一关 更是人生成就的大总会 很多人都是到准备面试的时候 才开始整理自己的履历表 其实应该以计为单位 随时更新自己的履历 才是上策 比起传统履历表的更新不变 CAKE RESUME它的操作更直觉 也更简单 不只能输出成PDF档 更可以直接透过线上连结 提供给面试官 由于是线上履历 只要面试官还没点开网址 随时都有修正的机会 不像传统纸本那样 还有输出解析度的问题 我就曾经遇过一场面试 是特别把我叫去 告诉我作品解析度不够 应该要怎么样改进作品集和履历表 好好的把我从头到尾 品头论足了一遍之后 郑重的告诉我 谢谢你参加今天这场面试 当年我觉得那个主管真的是有病耶 但多数人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大家都是丢履历出去之后 石沉大海 搞不懂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或者还有哪里可以更精进 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谢谢他呢 还是感谢他呢 从了之后我更知道履历不只是履历 它更像是自己的门面 别以为还在就学中就没事了 履历表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从大三大四 就可以开始慢慢准备起来 尤其是像设计广电 这种以作品取胜的科系更是如此 不过如果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 最大问题应该是没有太多经历可以写 顶多写一些社传经验 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的建议是 尽可能把所有的名词专业化 像是我在大学曾经收集班上同学的作品 简单做了一份海报和展览主题 展示在教室的后面 一般人可能觉得这就是教室布置啊 但我在履历上写了 拥有策展经验 然后我给自己一个策展人的头衔 你要说这是夸大吗 嗯 我不会这么想耶 它确实是一个经历 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写就对啦 关于照片的使用 也是履历表上的千古难题 其实国外是不流行放上自己的照片 那可能会影响面试官对你的第一印象 不过台湾的公司对于照片有个奇怪的坚持 没有照片的履历表在台湾不太吃香 所以要先搞清楚今天要面试的是外商还是台商 假设要放照片 一张正式的照片比较吃香 还是活泼的自拍照呢 很多人会回答前者 甚至是正式的形象照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无论如何 不要用学试照 大部分的人资看到学试照 想到的就是菜 那跟专业扒杆子打不着 花一点小钱去拍一张正式的形象照 这个投资一定值得 如果面试的是跟行销相关的产业 放一张活泼一点的自拍照 不见得不可以 但无论如何一定要能看得清楚脸的照片 太有气氛的照片千万不要用 那还不如不要放照片的好 既然第一印象会影响面试官的好感度 不如好好利用这个隐性偏见 绝对可以大大提升履历的能见度 当然什么样的产业也会影响履历表的排版和作品集 如果今天我要面试的是管理类的工作 履历表放太多商业摄影的照片可能就显得滑而不实 图文不符 反过来说如果是平面设计的工作 履历表上没有一点设计感 哼哪有说服力啊 所以真的用心甚至可以针对不同的公司设计不同的履历内容 Kate Resume 当然也替大家想好啦 多种模板样式一印俱全 无论是活泼外放的行销广告公司 还是一本正经的法务金融体系 绝对可以找到一份展现自己风格的模板 优势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以为 Kate Resume 就是一个线上履历产生器 这只是它一部分的功能而已 本质上还是一个人才媒合平台 我稍微逛了一下 上面不只有大到不能再大的外商公司驻站 还有各种知名新创 真的是一印俱全 而且薪资透明筛选精准 不用担心会遇上奇怪的公司面试 浪费时间精力 同时也是Google在台湾 招募人才的重要伙伴 听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已经心仰难耐 迫不及待想去建立资料了 也很感谢Kate Resume 愿意提供三个免费升级履历的名额 让我赠送给我的小猫们 这次我不想抽奖了 我想把这个机会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请大家先去Kate Resume 注册并填写资料 开始你的第一份履历 到IG私讯给我 手刀快速的前三名 可以获得这个升级的优惠 我把注册连结放在资讯栏中啰 如果你不建议履历公开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你的履历表 我有看到的话 也可以帮忙看看 有哪里需要加强改进 又或者是写得很好 也可以让大家参考看看啰 祝大家在求职路上 可以一帆风顺 有Kate Resume 帮忙 我相信可以比别人走得更高更远 最后 喜欢我的影片 请用订阅代替掌声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那一个 老是不知道履历排版 该如何下手的朋友 告诉他 Kate Resume 下凡来拯救勒 还不快来试用看看 我们下一支 Talk Time 时间再见咯 大家拜拜 我的第一份工作用的照片 是一张超级美颜的自拍 可是那时候我应征的是 网购美边 所以我想 还是真的要看产业 自拍不是不行 就是真的要 比较偏行销类的 可能才会比较愿意接受吧 I guess